中央设计者杨思瑞台南15日电 台南是一名男子与妻子吵架 一气之下以右拳打向身旁的玻璃门 结果遭玻璃割断血管 大神经和肌腱 右手功能严重受损 医师说 现实生活和电影情节不一样 千万不要一起用事 家里其美医院整心外科主治医师林 又成今天在院内卫教宣导会中表示 这名患者才30岁 约半年前因为和妻子吵架 一时气愤下 出卷打在身边的玻璃门上 当肠血流如注 紧急送医后虽无生命危险 但一道玻璃割出的撕裂伤 切断了患者手臂上的一条大血管 两条大神经和十多条肌腱 林又成表示 患者右手在伤后几乎失去所有功能 虽经重建手术修补 但断裂的神经和肌腱太多 至今连握紧牙刷都还有困难 日后就算经历漫长的附件 右手功能也已无法恢复到伤前水准 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相当大 他说 电影中常安排主角帅气冲破玻璃 掌控现场打败坏蛋 或情侣吵架 男主角一拳打破玻璃 双方在小小皮肉伤中破极炎和的情节 但现实生活中没有电影特效加持 一样的情况都是悲剧收场 破裂的玻璃比夹中任何一把刀都来得锋利 只需一道伤口 就可轻易切断血管 神经造成大规模损伤 林佑成指出 因一起用事或玩乐而遭玻璃割伤的案例 大概每一两个月就会收 这一次 而这些伤者往往很年轻 在造成一辈子的伤残后才后悔莫及 他说 与普通玻璃比较起来 强化玻璃及汽车用的胶和玻璃会安全一些 但南部的老方子多 普通玻璃也较为常见 民众应了解为显性 不要随便拿玻璃开玩笑 1061115